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三名分隊為了強化 易消車禍災害的邪情搶救技能培訓 能夠熟練各種不同救災器械使用 特別實施車禍救助演練課程 三名分隊僅易消一行20人參加了救助搶救的演練科目 藉由玉里正東翼汽車提供車輛踩汽車實體操作 熟練各項救助器械的操作步驟 為了加強運銷參與協行車禍救助的技能 提升易消與警消 執行車禍救助的配合默契養成 救助技能的提升 讓參與救助的隊員能以最快速的時間協助民眾脫困 緊急送到醫療院所救治 提升傷員存活率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三名分隊 辦理了車禍救助演練課程 有台九線路段常起施工 常常發生需要車禍救助的技能 來協助民眾脫困 所以加強以消人員在車禍救助上面的默契培養 以最快速的時間將人員脫困 三名分隊僅易消一行20人 共同參與救助搶救演練的科目 藉由玉璃鎮東翼汽車有限公司提供的車輛 采汽車實體操作 熟練各項救助器械的操作步驟與技能 希望藉由這一次訓練可以給三名分隊 地消兄弟們可以更多的訓練 讓他們可以在往後的救援上 可以更加的俐落 讓傷亡降到最低 參訓人員以破壞檢破壞車體 以熟悉破壞檢的操作 包括破壞檢操作 以及從車內將受惠人員救出等等 以實體車輛演練一系列的課程 透過實際行徑的演練 讓參訓人員提升搶救的技能 記者高雙雙玉璃鎮采訪報導 通過確實行使用